我接觸过很多第一次买房子的客户 有可能很年轻三十几岁就买房子 可能他努力了前半生 可能到四五十岁的时候 他买他的第一间房子 这不只是一个新房子的一个装潢 或是一个设计整修的部分 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新生活 所以原理上我都会陪他们从燕屋 然后包括说检查每一个细节之后 一直到前端做设计 然后整个施工过程中 然后会陪他们走过整个过程 像我有一个案例 他其实就是一个新婚夫妻 他们即将要结婚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是一个除了新生活新环境以外 其实未来还会有很多孕育 可能新生命的开始 未来可能都还会有很多变换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通常会跟他们沟通 会希望说我们以阶段性 他目前最大的一个需求 然后把他目前可以做的预算 满足于最需要的部分 那一些部分是可以 以后做装修的时候 不会影响到他当时 在环境里面生活的一些设计方式 所以其实阶段性的整理空间的部分的话 我会过到比较多的了解 这个案子一开始我的屋主 他其实也是面临到第一次装潢房子 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迷思 第一个他害怕自己不够理解这些东西 还有他害怕自己的要求太多 所以他其实会担心说 我的房子其实没有很大 那当我这样子还要去改变我这个厨房的时候 他就会担心说 是不是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 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提出来 可是在我们很多次的沟通里面 我发现他非常的喜欢烹饪 他的很多烹饪器具是 他没有地方摆 我就在这个设计上面 我们做了局部的一些修改 然后把他的这一些烹饪的一些器具 然后整合到他的厨房里面 但是在视觉上面还有动线上面 并不会影响他其他空间的应用 最后这个位置其实 你就太太非常满意的地方 在教屋的过程中 我发现前屋主有留下来一些系统家具 属于比较好的板材 甚至说我觉得还蛮惊喜的一件事情是 刚好遇到有益善很美观 而且材质非常好的窗帘 是可以从主卧室移到客厅 而且非常符合他整个空间 省下这一笔预算 其实就可以再挪用到其他他更需要的地方 像玄关 一开始屋主也没有想到说 我们其实可以改变一些门板 跟一些五金就可以达到他的需求 玄关柜的颜色色调 跟他的一个动线 然后我们是搭配了客厅的一些收纳方式 然后把两个颜色做成一个整体 然后让客餐厅整个是可以融合的 像他主卧室的柜体 再增加一些其他的收纳 还有就是在他的侧面的侧板 进门会看到的位置 把他的原本旧的颜色跟新的颜色 有一个深浅的差别 再把空间里面的尤其颜色 壁面颜色把它放轻 让整个空间里面有放大的感觉 不会一直着重在于一个很深层的 一个旧式的板彩的颜色 我其实会很常告诉我的客人就是说 不要将就你自己去符合这个环境 其实是要让你自己过得更好 所以我们才要去改变这一个空间 那在这个部分我就希望我跟客户的关系 他其实是长期的 在他们每一年或者是每一个阶段 他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是可以互相帮助的 有时候不是只是 真为设计师去解决他们当下的问题 有时候客户给我们的一些想法 他帮助我的是 思考更多设计的意义 这是我整个设计生涯里面 每一年都在做不断的改变 并不是只有客户在成长 其实我们也在成长 所以我会希望这些关系 不管说是不是后面的合作关系 是什么样的模式 可是它是可以一直延续的 想看更多领域如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